大家好 我是直辈大叔林依峰 看到今天我们摆了两支酒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台湾威士忌 我们把雪莉桶的葛马兰 跟雪莉桶的南投酒厂 PK一下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葛马兰的支持者 有些人是南投酒厂史中的支持者 我们今天不是要分谁高谁低 谁好谁坏 我们今天其实透过平饮的过程 透过一样是雪莉桶的PK 来展现这个南投酒厂 在台湾中部的南投酒厂 以及在台湾东部的葛马兰酒厂 所展现的风味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两支酒都跟我很有缘 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 那时候葛马兰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时候 我们就组织了威士忌达安学院的成员 前往酒厂参观 那时候第一次试到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惊艳 我还记得回程了之后 那时候我们还用的是部落格 而不是脸书 我记得回来之后 我马上在我的部落格写了一篇 我对于葛马兰威士忌非常期待的一篇文章 结果呢 下面满满的留言 都是对于台湾制作威士忌不信任啊 是不是偷偷去外面买酒来自己装的啦 或者是这个橡木桶 我们台湾自己有做吗 大卖 我们自己台湾有生产吗 完全都是一面倒的质疑 2007年到现在2023年了 我相信这样的质疑已经都消失了 葛马兰在全世界 他的目标是要赢到1000块金牌啊 现在好像是随时都在增加 我上次听说的时候 已经是六七百块金牌了 所以在全世界说 酒瓶家都给葛马兰这么高的评鉴 如果你这时候还在说葛马兰坏话 不相信台湾能够做出好的威士忌 你应该要赶快update一下自己的资讯 而不是盲目闭着眼睛一直在狂骂台湾威士忌 第二个呢 这个南投酒厂呢 其实我也跟他很有缘分 因为我记得之前啊 我有受邀去罗斯福路那里 那里应该是整个台酒公司的训练中心 他们请我那儿去讲威士忌的知识跟观念 那时候他们找了全台湾所有台酒公司的酒厂的 厂长级的或副厂长级的 以及他们最重要的技师 还有总公司的调酒人员都来听我的课程 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课程非常硬啊 一整天的课程我记得那个课程啊 讲了七个小时还是九个小时啊 马拉松式的课程啊 我自己编排的课程啊 准备了一些酒啊 上午讲完接着下午讲啊 非常的刺激 而且我连讲了好多年 也因为这样认识很多台酒公司酒厂的人 所以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酒厂之后 他们纷纷邀请我去拜访他们的酒厂 所以透过这样的关系 我几乎拜访了台酒公司所有每一家酒厂哦 我会偷偷要求他们的人哦 带我进去里面参观所有的制程 我竟然在不只一家酒厂里面 看到同质蒸馏器 没错就是蒸馏威士忌的同质蒸馏器 摆在台酒公司的好几家不同的酒厂 其实格马兰号称全台湾第一家威士忌酒厂 更早之前台酒公司啊 其实就进了很多的同质蒸馏器 为什么没有做威士忌呢 因为采购法的繁杂 哎呀公家机关 造成了他们为了避免这个麻烦 干脆去国外买酒回来就好了 结果呢 那些原来购买好的同质蒸馏器 后来就散落到其他地方 当南投酒厂决心要自己做台湾威士忌的时候 就把那些原来已经购买的那些同质蒸馏器 重新集中到南投酒厂 开始正式生产在地制作的威士忌 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制作完的威士忌 他们寄了几个sample到我手上 那时候台湾有几位知名的威士忌专家 他们在地的济师酒厂自己的济师自己把那些设备全部拼装起来 他们不像格马兰还是那种请Jim Swann先生 然后再请苏格兰整场移植到台湾来 不是台湾自己这样手工这样捏出来的 培养出来的这个小宝贝所做出来的威士忌 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我必须老实说两者都让我非常感动 更棒的事情是直到目前为止 两者都非常坚持属于这个酒厂的风格跟特色 而且走出两条完全不一样路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第一个格马兰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去格马兰拜访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清楚的分享 在宜兰的圆山那尔制作威士忌 他们的engine share是8% 我去拜访南投酒厂的时候 那时候厂长跟我说他们的engine share是6% 或许是他们用的是过去酒厂的储酒仓库 所以那个水泥特别的厚还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他们说或许是这样子 所以以至于格热的效果好 anyway不晓得他们不确定 总之呢它engine share就是比格马兰少 那格马兰的熟成速率 或许因为这样的关系 熟成速率似乎比较快 所以我们在品尝格马兰的威士忌的时候 我们总是可以感觉到 它的桶味比南投酒厂重很多 并且更full body 香气更浓郁 而南投酒厂呢 相对来说它更像苏格兰的威士忌 它比较沉 香气比较没有那么张扬 但是它的层次就非常的丰富 前几天呢 我刚好带着这两支酒去拜访 我一位好朋友 我们那时候在聊 咖啡跟威士忌的对话 我们谈到了 普遍大家都非常的狂热的热爱 颜色很深的 口味很重的雪栗桶 那时候它说呢 哎呀 咖啡的世界也有同样的状态呢 它说呢 有一支咖啡叫 椰家雪飞 水洗的咖啡豆呢 相对来说比较淡雅细腻 层次丰富 如果呢 是日晒的椰家雪飞呢 相对来说丰富饱满 口感比较重 他就叫我猜说 在他们的咖啡馆里面呢 水洗豆卖的好 还是日晒豆卖的好 嗯 我猜不出来 他直接跟我说 嗯 那个日晒豆呢 大概整个店里面 八成都是日晒豆 水洗豆大概只卖两成 其实就像是我所认识的 大部分热爱威士忌的朋友们 热爱雪莉桶的八成 喜欢波本桶的两成 所以在威士忌跟咖啡的世界 都是一样 大家都喜欢 如果你认为 浓醇香才是威士忌必要的条件 好坏的标准的时候 哦 这样子南投酒厂这支酒 或许就不是你的期待 但是我总是能够从南投酒厂里面 喝到一些茶香 那样的茶香从哪里来 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绝对不是把文山包种茶 洞顶乌龙茶 放到威士忌当中去蒸馏 或者一起去熟成 不是的 他就是纯粹 百分之百的正统的 威士忌的蒸馏熟成装品 为什么就是出现茶香呢 我只能说这叫风土 条件跟特色 很有意思的 两支 一支来自于宜兰 一支来自于南投 同样都在台湾 却做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跟特色 天 地 人 我相信都影响了其中的风味 这时候就让我们来喝喝看吧 这两支呢 一支是格马兰的陈丰雪莉三桶 格马兰的陈丰雪莉三桶 这支是新的作品 陈丰雪莉三桶 就用了三种不同的雪莉桶 酒标上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用的 Oloroso雪莉桶 Petrohemines的雪莉桶 以及我们一般比较不熟知的 Mascadell的雪莉桶 这三种不同的雪莉桶 形塑成了这支陈丰三桶 所以呢 它是百分之百雪莉桶 只是用了三种不同的雪莉桶形式 然后南投酒厂这一支呢 它上面就说了 它叫Sherry Type 就是雪莉果干的形式 我曾经问过南投酒厂的人 我就说呢 这支是百分之百雪莉桶吗 他们说不是的 因为南投酒厂的基本款有两种 一种叫做雪莉果干 另外一种叫做波本花香 波本花香是以波本桶为主 他们仍然会调配了少量的雪莉桶 去让它产生更多更复杂的平衡 而这个雪莉果干同样的 他们也会在其中调相对非常少量的波本桶 来让这个雪莉桶比较不会那么的腻 所以呢 这个雪莉果干它并不是百分之百雪莉桶 它是以雪莉风味为主进行调配 我从颜色看起来呢 格马兰的陈峰雪莉三桶 颜色稍微深一点点 但是两者的颜色都是属于雪莉桶深邃的颜色 我刚闻香气的时候 哇很明显的格马兰的这支陈峰雪莉三桶 是爆炸的味道 哇那个好像是那个烟花散放的那一般的香味啊 一闻整个香味麦芽甜香啦 还有那种葡萄干啦 乌梅的味道啦 甚至还有那种花蜜啦 还有好多的那种水果味啦 果酱味 哇这种在我鼻腔当中放烟火 所以如果光光纯粹闻香气的时候 哇这支格马兰是爆炸性的好 我觉得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 如果呢一样倒在杯子里面一秀闻 我觉得格马兰肯定是大PK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当格马兰送到国际去比赛的时候 它几乎是对于那些温带气候的威士忌 完全就是碾压的哦 碾压非常香哦 而相对来说 这个南投酒厂的威士忌的香味 就没有像格马兰这么爆炸了哦 相对来说它是沉稳的哦 比较清凉的感觉 甚至带着一点点我刚说那种茶的香味 像是一种乌龙茶的茶香哦 然后呢它也没有那么多成熟水果的味道 它比较像是那种淡雅的 甚至呢会有一些像是一些红色的苹果哦 还有红枣的味道 嗯所以那个香气来说 这个就是那种 我们所说的浓香醇哦 然后这一支是优雅的气味 两者要给我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喝喝看 它就在我的舌头里面啊 点了一个雪莉炸弹 然后它的口感就像它的香气一样是很爆炸的 我老是觉得台湾的威士忌啊 喝起来相对酒精感呢是比较低的 苏格兰威士忌就像温带区域所生产的威士忌 相对来说酒精感呢是比较高的 亚热带区域的熟成啊 那种更集中更浓缩的味道 让口感的风味跟酒精的平衡呢 让口感的风味会更强大的状况之下 酒精感的感受就会比较低一点点 不过它就像是一坨 一坨非常丰富饱满的味道 直接啪炸向你哦 来试试看南投酒厂的威士忌 南投酒厂的东西入口之后 它的麦芽甜香其实相对于比较重雪栗的格马兰来说 南投酒厂的甜香其实是格外清楚的哦 然后当甜香消失的时候呢 它开始有一些轻微的花香飘出来 还有一些那种柑橘啦 还有一些柳橙 还有柠檬的味道跑出来 最后尾韵呢 带一点香料味 甚至还有一点薄荷的良感 我刚刚本来要马上描述这个南投酒厂 但是因为它在我口腔当中的气味不断的变化 所以我就迟疑了一下 两支的风格跟表现方式不一样 格马兰就像是一个饱满的重拳 南投酒厂呢就像是秋风扫落叶 很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来自于台湾宝岛 却因为所处的环境 以及甚至至酒人 对于好酒的观念跟品味不同 做出来的酒截然不同 在这支PK当中呢 谁胜谁负 我相信格马兰跟南投酒厂的威士忌 对于大家来说都取得不难 所以答案就不用由我来跟大家说的 由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试试看 你来告诉我 格马兰跟南投酒厂 你喜欢哪一家的威士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入门